哈囉 馬斯特 街頭魔術秀 今天要來見證奇蹟的是誰呢 就是他 歡迎品成 嗨 大家好 來 這個送給你 直接送給他 為什麼 那他呢 今天只有變一朵 沒關係啦 人生嘛 你可以變別的給我嗎 行 今天呢 其實為我帶了一個 拉斯維加斯的大術幻術 在這個地方要送給大家 這樣子就不用出國看了耶 而且呢 這個魔術其實有一個非常好聽的名字 叫做 黑洞空間 其實是有點可怕耶 黑洞就是那個 譬如說家裡的衣服找不到的時候 就會說家裡有黑洞 或是像我們兩個都吃不飽啊 就肚子有黑洞嗎 不是 是這個嗎 不是 來 跟我來 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是有這個 我們剛剛怎麼都沒發現 他怎麼不出這個 你是不是在這裡 這就是我家的衣服 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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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檢查一下 看一下 檢查 我們沒有衣服 就黑黑的 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 空的 空的 接下來呢 這個魔術還需要一位自圓 哇 哇 哇 有 你有沒被畫的 沒畫的 換我了吧 這個魔術呢 其實最重要要是 170公分以下 抱歉吧 170公分 我們兩個都是啊 你們是以下 我是以下 所以他嗎 還有一件事情 然後160公分以上 他很故意我158 我差2公分 我要進你的衣櫥囉 不好意思 小心 小心喔 有點舒服 蠻寬敞的 我把這個 你要幹嘛 他把他關在衣櫥裡 不用擔心 他還在 我還在 我還在 接下來呢 這個黑洞空間 要怎麼啟動呢 對 我們只要說一個我們的咒語叫做 哈囉 就可以了喔 就可以 就可以怎麼樣 待會兒就知道了 今天在這個地方消失的地方 我們來證明一下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們來證明一下 來這邊有沒有看到 鋼板 敲敲看 我沒有想要他消失耶 當然啊 我想耶 你現在 喂 怎麼了 我還在 對啊 下一集就剩我們兩個啊 聽起來也沒有細胖嗎 在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還沒有練咒語耶 我們不是要先練咒語嗎 來 我們來練咒語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可怕 好可怕 從中間進去了 他人不是在裡面嗎 真的 還要嗎 再來 還有 仔細看 空的桶子 在這個地方 直接把它灌傳過去 不要啊 哈囉馬西克 每次都到一邊 他會從另外一邊衝過去耶 怎麼 你看這邊是空的啦 還要嗎 還要嗎 最後這個地方 真的假的我也可以 我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可以塞嗎 你怎麼了 好 先拿一下喔 救命啊 救命 怎麼了 哇 才是最聰明的 哇 這怎麼是啊 錯去了 以後只有我是最聰明的啦 雖然被噴割了這麼多次 但仔細看這個地方 我還在啊 我還在 我還是最聰明的 耶耶 還有啊 接下來就是這個魔術 最不可思議的時刻 來喔 還有 我們一起倒數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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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還在 手還在嗎 還在 還在 發生什麼事了 發生什麼事了 我不相信 我要檢查 我也要檢查一下 妳看這邊是一個洞 真的是空的耶 完全是空的 這邊 手伸進去 妳看我可以伸到另外一邊耶 好強喔 你太空了 這真的耶 空了 他手還可以做 她一直在裡面說什麼的 你真的 你覺得舒服嗎 很舒服啊 我在喝飲料耶 救命所處的時空 難道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這個問題的答案 要等救命 稍後親自跟大家解釋 只是魔術師表示 這個魔術可是有時間的限定 無法維持太久 先讓它解除這個魔術狀態吧 各位現場的大家 我們一起來歡迎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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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完全沒事耶 我覺得黑洞滿好玩的 裡面有下午茶耶 有細的環幕 下午茶 沒有啊 很舒適耶 沒有冷氣就是 天啊 我們這邊看了非常非常的感動耶 他玩好無缺 他怎麼可能 就是被這麼多東西 穿過去之後還好好的 還好好的 你剛剛拿那個東西 穿過來喔 蛛子還有那兩個 還有這個 妳在這邊告什麼狀 他狀 對啊 還你我不要接受了 你穿過來 可是真的蠻厲害的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呢 哈囉馬希克 今天要得知這當中的 科學的奧秘了 可以告訴我們嗎 可以嗎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這個魔術呢 就算我告訴你們 就算有沒有辦法 自己在家裡面表演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們身上有沒有帶筆 有 剛好有 因為我剛剛去簽了新的那個 演藝的合約 開玩笑的吧 好 來 仔細看喔 這筆呢 我只要輕輕的摩擦 你們知道筆如果摩擦摩擦摩擦 摩擦會產生什麼 熱 會產生一些靜電 會產生熱以外呢 還會產生一些磁場 磁場越來越強大的話 這個筆就會像這樣的水 別鬧了吧 你的意思是筆尖連著筆尖 然後這樣子旋轉 沒錯 你手沒有去轉它 沒有 就這樣 怎麼可能 你試試看 我說摩擦 你一定要摩擦 摩擦一下 摩擦一下 這什麼啦 拔筆不停的摩擦 真的能夠產生強大的靜電 進而製造磁場 讓兩支筆不停旋轉嗎 瓜寶 救命Q小妹 決定找其他人試試 但是都以失敗收場 放手 啊 欸 筆尖你來了 對… 就是他 我剛剛講的大家都還記得嗎 有啊 剛剛說了要怎麼樣 要摩擦對不對 要摩擦 要對筆尖啊 沒錯… 你們剛剛一定沒有做這個動作 像這樣 輕輕的在筆尖的地方摩擦 摩擦… 我們的確是沒有用手指頭上 也沒有 在這個地方摩擦摩擦到它 產生一定的熱度之後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慢慢的 所以筆尖就開始產生了一點變化 你產生了很多位置 筆尖要對準 要對很準很準很準 這樣才會有磁場 對 仔細看喔 這樣有磁場了嗎 2 會嗎 會掉吧 轉了 會掉吧 轉了 它沒有掉下啦 不行耶 為什麼 我們剛剛全部都掉下來啊 它可以轉… 它可以轉多久 這個狀態沒有辦法維持很久 能量不夠啦 對… 5 4 3 2 真的不會掉 會掉這奇蹟啦 真的耶 怎麼會啊 真的比啊 感覺不到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到底變這個的原理是什麼啊 真的啊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摩擦之後產生的這個磁場 達成了剛剛這個旋轉的狀態 聽不懂啊 既然講到旋轉 那就是跟科學有關係 那趕快來看一下 科學的原理是什麼呢 魔術師手上有兩支筆 之所以可以不停地旋轉呢 是因為它在其中一支筆事前呢 就先綁了一個頭髮在筆尖處 然後運用離心力的方式啊 就可以甩動 讓它不停地旋轉而不會掉下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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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